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是由梁茶领导者加多宝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奖了 我是主持人萨北宁 在我知道今天这个开奖嘉宾的时候 我的脑海里就突然被勾起了一段往事 我记得上初中第一节地理课的时候 在上那节课之前我们就被告知 每个学生都要去买一个地球仪 没有地球仪明天别来上课 我就记得那天我妈带着我买完了地球仪回来 我研究了一晚上 第二天我带着我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科学仪器来到了课堂 后来我的地理学的并不好 我才知道当初没学好地理是一个遗憾 当然今天我们这位嘉宾在某种程度上 能够通过他的演讲弥补我们的一些遗憾 因为他的演讲当中一定能够跟我们分享很多 他和祖国的名山大川那么多好地方之间最精彩的故事 来看一下大屏幕 他用十年的时间踏遍了地球的三级 九四南极探险 常年野外考察 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 他目睹过我们从未见过的奇景 也经历了我们无法感受的危险 他就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社长 兼总编辑李栓科 高大俊朗 风度翩翩 精通科研 又善于运动 从探索南北极地 到经营地理传媒 他用行动告诉年轻人 勇敢会让你遇见最美的风景 有请开奖嘉宾李栓科 李栓科长您好 您好 谢谢各位同学 我忘了提醒你们 做好心理准备 你们见到的绝不是一个白发苍苍的地理学家 你们见到的是一个大帅哥 各位请坐 但是大学生一看到您的名字 还是有点心惊胆战 没有吧 他们平时在学校最怕的是挂科 您是栓科 这个名字是有点土 老父母因为他一生文化层次不是很高 他唯一想到什么 期待他儿子能把科学跟拴牛拴马一样拴住 但是多年以后我想我是没有拴住那玩意儿 反过来科学倒是牢牢地把我拴住套牢了 冒昧地问一个问题 中国的明山大川还有什么地方是您没去过 大概我想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地方我肯定都去过了 或者即使说有些地方没有去过 但是对他的基本的地理属性 他的生态环境我大体上应该有一个印象 李社长这工作太好了 你说哪一个工作能够理直气壮的时候 我到处玩这是我的工作 谢谢 有多少同学想像李社长这样 把祖国的明山大川以工作的名义走一遍 请举手有吗 来给我个话筒 我挑一个啊 他在拿到话筒之前 我说你知道我要干嘛吗 他说你要问我想不想 你想吗 非常想 现场给你一个机会 如果你能答对我一个问题 你就有可能能跟随李社长 去他下一个目的地 请问 中国的五月指的是哪五月 十 九 八 再见 现在数到八了 你都没动你 那我现在说可以吗 五月赶紧 太山 冬月 冬月泰山 然后北月恒山 南月恒山 南月恒山 西山 啊不 西月华 西月华山 你还乡山呢 华山 华山 中月恒山 松山 松山 你三个恒山从哪来的 松山 中月松山 回答对了吗 李社长 回答对了 还不错 我出来了 请坐 我原来还挺担心的 因为我害怕今天来的年轻人地理知识都跟我一样 作为年轻人我们从李社长这儿能够分享到怎样的冒险人生的故事 我们共同来分享李商科社长给我们开讲 好 谢谢 我知道今天来的这个在场的朋友们年轻人巨多 真是让我突然之间我觉得增加了一份凝重感 但是我想呢像我下面所讲的这都是一些实实在在的 我所见到过的自然绝美的故事 说行走改变人生 说行外的路赏千揪紧 无论怎么样这样的大词都很多 但是我想给各位呢首先讲一些很小的小词 实际上我走上这条路 从我当年那会儿我不知道我能走上来 我也不知道我能走这么久 我第一次去青藏高原的时候实不相瞒 也不怕各位笑话 因为那时候 我听我们的前辈 我的老师在讲什么是高山反应 他讲的一个故事是非常有意思 我至今我依然记得这个故事 就是当我们这个营地今天晚上这么多点账朋友 这么多人入住 明天早上起来可能就有人再也醒不过来了 哇我听了这句话以后真的是害怕要崩溃了 我想说我当年年生毕业也就二三岁 我人生的花朵可能还没开呢 假如说我就在这睡熟了 那多么可怕 所以那一晚上我都尽量的不让自己睡着 所以第二天早晨起来你们能想象什么样的感受吗 我是什么样的状态吗 很惨 两只眼睛肿成这样 然后所有人都哄荡大笑 我回头一望 跟我一样 当年毕业的 第一次参加这个野外考察队的年轻人都这样 这就是我上的第一课 等会后来成了中国南极考察队 如果说没有生平情境 你永远是感受不到那份崇敬 我有一天同样在南极那个地方 看到了坏日现象 天空中同日挂着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太阳 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我想我们所有的人 无论你有什么的联想 至少说我想我是联想到了 我从小到大 老师所告诉我的后裔设置的故事 是真实的 我们想一下几千年以前 我们老祖先生活的环境 毫不夸张地讲 比现在的南极北极都要干净 所以当捷径的时候 空气突然降温 空气中的游离的自由的水汽 变成了最小单位的结晶体 所谓的冰晶 冰晶雨降临的时候 一系列的大气的折射反射 就把一个太阳变成了好几个太阳 所有的我们说神话传说 肯定不是空气来分 一定是有过歧视 这样的话才能越几千年而不衰 所以我确信 老祖先一定看到过 看到过同样捷径的环境下 同样出现过这样的景象 我第八次从南极回来的时候 我们是不期而遇地赶上了一个突发的 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气旋 这个气旋力量极大 如果按照我们算台风的 十二级台风的基数的话 它应该有二十几级台风 因为它掀起的浪 这个浪从船的后加班 因为我们的船有一万多东 大家想想八九层楼高的一个大的一个移动平台 我们的这个船这么大的船 想一想那个山船的毛链的那个链柱有多粗 有这么粗的钢柱子 居然那个浪从后加班上了以后 把后加班把包括这个浪柱都能打掉 当时我们所有人想 恐怕这一回我们都要交代在南太平洋里面了 因为这个风暴是在当时的天气预报 卫星用途上是没有的 谁知道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它在送家几个小时之内就直扑而来 我们居然能钻到它的眼里面 当时什么感觉 船被推起了几十米高 哗能感受到船被举起来 然后哗下一个浪鼓 这个船一万多栋的巨龙 又在漆黑的水下穿过来 最幸运的是居然过来 当时那个时候 大体上全船有一百多号人吧 大概所有的人都一处都已经写好了 而所有的人都坐着弃船的训练 实际上那只是暂时的延续 在南大洋里面怎么可能有坐着救生艇 坐着救生法子能活过来的 世界上恐怕都是少有的 当你们也会问说 像我们这样的人 我们在户外 我们是怎么样去规避风险 或者说当危险来临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设定你的求生的途径 和逃生的路线 我想这是一个经验的积累 因为我当然我本身说 我不是一个探险者 我也不是一个自由的旅行者 当年我有十年的经历 是为了科学考察 去那些个荒芜人烟的地方 甚至说去南极北极青藏那些地方 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科学的数据 当危险来临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人群 我们都有动物的本能反应 我记得我们当年 95年 我们去北极点的时候 在北约89度的减切地带 我们有一天 你们要知道 我们在那个地方徒步行走 每天要跳过多少个兵器 每天要经过多少次的这种 装车 泄车这样的一些 这种负担 等到最后 甚至说一天行走下来 我们进入到营地的时候 我们甚至连自己把靴子脱下 力气都没有了 不仅仅是疲劳 而是在于你的靴子上面 所有的出的汗 包括你的身体的体温融化 在界上的血 把靴子跟你的衣服 防汗衣服全冻结在一起 所以你再来脱靴子力气都很困难 等我们有一天 我们好不容易安营扎带的时候 在我们所有的队友 十几个人 突然没有一个人说 大家觉得说我们疲惫不堪 大家想休息 都表现得焦躁 惊慌 甚至说我们这么多天 生死与共的队友 看到以后都想 看见谁都不顺眼 看见谁都想揍他一动 这时候我想我们经验 最根本的 我们要观察我们的营地 我们四周是否安全 我们当时做出的决定 就是拔营而起 我们那个营地是有危险的 果不其然 等我们第二天 我们另一个营地起来以后 我们曾经的营地 已经融入一片开阔的 北边的阳面了 在那个地方也会遇到很多空难 你说真的遇到空难的时候 怎么办呢 我想这个时候 可能瞬间的反应 灵机移动是非常重要的 回过头来 我们自己当美女 每次聚会我们都在想 我们怎么过来的 我想这就是 在户外的时候 慢慢会练就什么呢 练就这么几个能力 一个呢 是人的人耐能力 就是耐受力 实际上比爬山 沙漠 户外 徒步 甚至穿越 没有一样事情是轻松的 我们表面上看着 他回来又很光鲜 有这么多收获 有这么多故事 去了那么多 你难以想象去的地方 但是呢 用老话来讲 你只是看见贼吃肉 你没看见贼挨打 他挨打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 你想都想不到 我们经历过许多 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记得大体上是 我们当年去南极的时候 那个所谓的家属 写定书 那是至今来讲 印象最为深刻的 其中有一句话 大概是所有人 听到的时候呢 或者看到了 都会难以启齿的 叫做就地也没协议 当你在南极出现 这类状况 那类状况的时候 那家属要同意 你的尸体就地 所以就地也没 你要吊在 挂在冰上 那只能扔到冰缝里 你要吊在海上 那只能从海豹洞里 被掩埋了 我们说刚才这个 我们制定这个规则 可能有被我们的亲情 但是这是迫于无奈的选择 自然界就这样 就这么惨烈 我还记得说 在北极冰面上 这样的徒步行走 最怕的是大家兵裂 大家吊在冰里面 当我们吊在冰里面 我们会惯常的反应 第一肯定是喊救命了 救命救命救命 这常有的 但是我记得我们当年 在哈德逊湾训练了那么久 我们反复电的第一样就是 当你听见有人落水来喊救命 你一定要跑开 你不要冲上去 因为各位要知道 南北极最大的差别 南极是在陆地上架了一个巨大的冰盖 北极呢 是在一个后 最圣境有四千多米的 一个大洋上飘的一个季节性的 一个冰板 这个冰板随时在开地 随时在碰撞融合 所以当你在那时候 你听见你着急相处 甚至说你生死与共的队友 他还救命救命 你为了救他 你千万不要扑上去 像我们正常扑上去去 因为你扑上 你只能让这个裂开这个窟窿 破裂的冰面 他的撕裂面就更大 本来他可能下去 能有一点点时间 再浮上来 你把那窟窿弄得很大 不仅你有可能掉里头 他根本不可能再有爬上的机会 那我想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说我们已经说好了 说下面就是这个 大家都能做到 最奇怪的是 在越野训练 在走着 突然有人还说 落水了救命的时候 还是依然有人 本能性的反应 要往上扑 这也是训练很久才能 有的一种这种方法 还是你说 在那种地方 安全跟危险 我想都是相对的 但是真的就那么危险吧 也不简单 准备好了 许多的危险都会自然降低的 做一个简单的比方 北极可能有北极熊 但是北极熊数量 毕竟很有限 能撞上北极熊 是我们的福气 真的跟他狭路相逢的时候 随着吓破熊胆 熊的胆子很小 当遇上北极熊的时候 大声的喊叫 把身上我们美人身上 都挂几个 能发出声音的金属的挂键 一敲打 他早早就跑 那胆子太小了 我想在户外 也是遇到很多很多事情 但是呢 我们说自然的力量 是很庞大的 很残酷的 且不要被这种 庞大和残酷所吓到 依然要去走一走 要去看一看 因为那种美景 自然间那种业力 你不去走不去看 你永远感受不到 人活一世 重要的是看见了什么 但是呢 这种行动 这种勇气 且不能用说 不怕死 毫不畏惧 那就变成一种鲁莽 鲁莽不仅伤害了自己 也会伤害你的团队 所以准备好再出发 是我想是我们 大家应该有的一种理念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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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 参与节目互动的观众 将有可能获得 由凉茶领导者 加多宝提供的精美礼品 谢谢 李川贵社长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座 来 给我请坐 在您的演讲当中 大家感触颇多呀 我坐在旁边搜集各种信息 谢谢 谢谢 有的同学在说 您这个地理学者就是好 走南创北 以至于到现在 您的口音压根分辨不出来 您是哪人 您是哪里人 我是甘肃人 甘肃人 大家应该能听得出 这个前面后面不分的 但是确实因为您走的地方太多 接触的人太多 有一些信息量非常管用 比如说在北极 同伴掉到水里了 不要管 不是不要管 要用科学的办法去救 您那会不要扑上去 但是见到北极熊 不要怕 尤其是弄点外地口音喊的话 他一定跑 谁会别于英文喊 用咱们的中文 用咱们的西北话 大声地叫 我想他一定会跑的 西北话一般 比如说要遇到北极熊 您会喊什么呢 打呀 接下来 我先打破我们常规 这会儿应该是问您问题 因为大家写了一些纸条问题 但我们先问观众一个问题 我们看看当时观众 是不是在认真的听您的演讲 谁敢说 我刚才听得很仔细的 你敢说 刚才听得比较认真 基本上所有的细节都抓住了 基本上还可以 好 请问 李酸科先生的演讲 一共多少个字 这是逗他玩的 先让你放松一下 先让你放松一下 不可能是这么简单的题 请问 刚才 李社长讲到一次 在南太平洋的一次遇险 万吨的大船 被卷入了一个相当于台风 多少级的一个巨大气旋 20级 可以 他真的记得很清楚 不错 接下来该问您了 您去过那么多地方 南极 北极 珠穆拉马峰 您博学多彩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北极熊不吃企鹅 这我想是开玩笑的问题 因为北极熊是在北极 这个企鹅呢 在南极 他吃不着 假如他要撞一块的话 按动物界的规律 他们一定会发生血腥大战 祝贺企鹅们 你们生活在南极 这是一个影子问题 我就知道的 这不是这么简单 接下来是主问题 说那您到南极 看到那么多企鹅 他们除了吃饭睡觉 真的会打痘痘吗 我是最近距离观察过 皇帝企鹅 皇帝企鹅永远是 一生一夫一妻子 他绝不可能说 这个男的要续选 女的要改嫁 绝不可能有的 这第一 第二 他们一生求婚的信物 就是一块石头 所以你没看过 那个世界 那个世界很残酷 尤其做一个男性很残酷 那个到了求五的季节 所有的成年男的 按照这个个儿大小 然后排成一排又一排 然后这个女的的话 所有的最漂亮的 他的第一个 他们挨得转一圈又一圈 他们转完两圈以后 地圈就开始挑 他不仅要看长相 他看那个每一个 那宫起的前面 放那个石头的大小 如果那家伙 弄的石头比较大 他就受那个女的亲了 他把他领走了 是女的领男的走 那你想我们人类社会 我们的街坤 弄一个信物戒指 你的戒指不也是一块石头吗 只是我们人类说 我们那个戒指值个钱 在南极人家那东西 比你那个戒指值钱 因为人家只有石头 才能造自己的窝的生儿育 你没有那玩意儿 他要戒指是没用的 太可爱了 这是您跟企鹅的照片 对 这有两个大企鹅 一个小企鹅 你看有个小的 而且这都是企鹅爸爸 这个企鹅社会 这个男性的地位 是比较低 但是他位置很重要 因为他们那个受精了暖 以后呢 这个企鹅妈妈 就把他交给企鹅爸爸 企鹅爸爸怎么办呢 因为他大肚皮 他把他放在这儿 就这么冬下去 他要持续多久 要持续40多天 不是男性来孵 男性呢 他呢又怕那个蛋动坏了 然后大肚皮 把那个蛋抱上以后 就把蛋再倒蛋 左脚倒到右脚 又倒到左脚 要不然蛋就冻坏了 所以等到45天 这个小企鹅破壳出的时候 雄性企鹅爸爸 丢掉了三分之二的体重 他就是因为 你想他日夜的话 他的运动 不吃不喝 自己的体重就这么消耗掉了 但是企鹅爸爸 在这45天水米未尽 他的这个小家伙破壳出第一口饭 是企鹅爸爸从肚子里面 胃消化的食物吐出了胃的 所以生物界就有很多很恋人称奇的 奇迹一样的东西 国际南京条约规定 无论什么目的 你要猎取的这个企鹅 你不能娶人家已经接了轰的 你要弄人家接了轰的 你要把人家两口都带走 为什么 如果说南方没有了 这女的她会昼夜不吃不喝 她会昼夜哭喊 喊到自己咽气了 反过来一样 他们是这样的 你看看你们 这么一个感人的一个动物的群体 你们就知道打痘痘 但是您知道打痘痘那故事 我知道那个痘 痘痘是什么呀 那痘痘是什么 是说 是企鹅里面的故事是吗 不是 是年轻人中间流传的特别广子 一个关于企鹅的故事 说一个科学家到了南极 采访企鹅 说你们平时都干嘛 那肯定不是科学家干的事 对 所有的企鹅挨个回答 吃饭睡觉打痘痘 所有的企鹅都这么回答 只有一个企鹅说 吃饭睡觉 那科学家就奇怪 说那你为什么不打痘痘呢 这个企鹅 因为我就是痘痘 对 行 看来 李社长跟年轻人是有得聊 这个关于打痘痘的故事 李社长压说了这么多 最后告诉我 我不知道什么叫痘痘 接下来 八位青年代表 开始 李老师您好 我很幸运 我和您是同一个专业的 我也是来自中国科学院 同一个专业气质不太像 所以我觉得我更典型 更像地质男 所以我今天特别是来向您诉苦 我写了一个板子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节目 然后他上面一个男嘉 嘉宾一出来 然后说 大家好 我是一个地质男 然后啪啪啪 灯就全灭了 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风行的美剧 叫生活大爆炸 里面有一个主人公叫Sheridan 他老说 Geology is no sense 但今天看了李老师 真是震奔人心 终于给我们地质地理的 挣了一分脸面 你从今以后就要靠李老师来震奔自己了 不是 你刚才说的那些啊 太凄凉了 就是我甚至能听到你内心 对 我真的这么凄凉 然后会吧 我总想 我说我们在野外吧 跋山射水的是吧 野外考察多么辛苦 然后回来还要经常躺着中枪 一个电视剧也黑我们 一个电视节目也黑我们 关键现在你自己还要黑自己 所以啊 所以我今天就 我化了这个心呢 就是因为好多 不仅是 就是一般人 好多女生也特别不怠变我们 一听说地质男 因为刚李老师讲的 到南极的时候 签生死协议的 特别想嫁给你们 做我们过安稳的日子嘛 所以我就特别想问李老师 您曾经也年轻过 然后我说我们 我们地质地理男 我们的爱情在哪里呢 你问的这个地质男的爱情在哪里 这事我觉得真不是我的擅长 因为大家知道 我这么多年路走的路 全是那种无人烟的地方 剩下除了哥们就是哥们 爷们没有了 第二个的话呢 像这些事情的话呢 我回到都市里来 我就天天在忙着工作 你问在哪里 我说在人间 这个回答相当好 李老师没说在天堂 所以我要说一句话了 所以各位女生们 你们见了地质男就嫁了吧 出轨率特别低 我们以后也还见不到人了 这是作为广告 你等会儿 梁鹏是吧 对对 梁鹏你等会儿 刚才李社长没有正面回答你的问题 这样我帮你再挖一挖细节 您只告诉我 您当年的爱情是怎么来的 你参考一下 好吗 想听吗 想啊 这好像今儿这个事说了有点不对 你说说实话还说假话 您主要不是坑门拐骗来的 有什么不错 它不是坑门拐骗来的 对啊 这个事要早下手 你看刚才还说我没办法 我不能教你什么 现在直接了当早下手 先下手围墙 不会就这么简单 你这也太简单 你怎么理解 我觉得我可以回答一下梁鹏同学的问题 就是我想请各位给我们的李夫人鼓个掌 因为我觉得 谢谢 为什么呢 因为从一个女人的角度来说 比起那些在危险前线去拼命的人 虽然说你们是做好准备的 但是不可否认是你们是高危职业 但是那种在家里面等待的心情 其实是更需要勇气和信念的 所以即使您觉得 她是一个需要安逸生活的女人 但是我觉得她和您一样 是有勇气有信念的女人 战腾 你刚才说 为李老师和他的爱人鼓掌 我想问的是梁鹏怎么办 你刚才说我能回答梁鹏的问题 他还很高兴 他以为 我觉得今儿这个节目很成功 对啊 很成功 结果你突然说过李夫人鼓 鼓完掌以后梁鹏怎么办 我觉得总结李老师的话 就是爱情就是在对的时间 遇到对的人 就一切东西都很顺其自然的 我觉得你肯定会有那样的一个人出现的吧 梁鹏 你能听说这背后的意思吗 我说两句 我只能选择相信 但是我还是想再叫一句 女生们见了地址男就嫁了 哎呀 太可爱了梁鹏 我觉得你像你这样的 真的又再一次打破了我心目中中科院 我老觉得中科院的人都得多严肃 多认真 你跟他开个玩笑 他能 他能两眼瞪着你 一直把你瞪到羞死了 但是他这好嘛 啪啪啪站起来以后 没有一句跟地址专业有关的 一站起来就说自己的爱情鲜艳 对 最后就一直高喊着 女生们见到地址男就嫁了 男一飞 您刚说了 从自然到社会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阶段 那么您在三十多岁的时候 就已经走遍了北极南极 您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就已经经历了生死 那么 现在您从自然回到了社会 你到现在转型变成了商人 你还有当年 十年趴兵斡血那种毅力吗 说当年您在搞科研的时候 花费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投入进去 但是最后不一定能马上看到 我们科研最后能给我们生活带来什么 而且您知道 人类每进去一次 对它的环境来讲 脆弱的环境来讲 可能都是一次威胁 但是现在为了商业目的 您带着人回去 对 就是这个意思 您会觉得今天的您 无论是再回到南极也好 或者去到哪儿也好 更多的已经不再是您当年出发的时候 最初的那种内心的纯净的愿望 而变得会更复杂更虚荣 我要否定一个这样的流行的看法 好像商业就一定必须有龌龊 就必须有交易 商业就是为了挣钱 对 实际上我们想一想 如果说 所有的商业 都是亏损的 谁来纳税 谁来养活一个国家 谁来为社会公益 但一定要把商业带到南极 那么脆弱的房间进去吗 但是呢 说南极的脆弱 这个不否认 问题呢 我们人类且不可把自己 孤于的太语 太语了不起了 所以 人对自然的破坏 人对自然力量有多大 是个相对的概念 从来没有绝对的 但是放眼地球呢 这是我的观点 您现在从一个科研工作者 成功地转型到了一个商人 但在我看来 这两者是存在价值观的 根本区别的 那么在我看来 科研工作者 他的价值观是在于 他是精神导向型的 他为了标本 可以连命都不要了 但是一个商人 他是利润导向型的 他为了赚钱 连别人的命都可以不要了 这同样不对 你能给我举出哪个商人 为了赚钱 连别人的命都不要了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参与节目互动的观众 将有可能获得 由梁茶领导者 加多宝提供的精美礼品 开讲了 由纽崔来 独家特别呈现 纽崔来80周年 品质成功 那么在我看来 科研工作者 他的价值观是在于 他是一个精神导向型的 他为了标本 可以连命都不要了 但是一个商人 他是利润导向型的 他为了赚钱 连别人的命都可以不要了 这同样不对 你能给我举出哪个商人 为了赚钱 连别人的命都不要了 有个别的了 包括那个别的 更能说 你根本不可能是一个商业代表 老师我还没问完 不 这个一定要有的 因为我听出了 你反复的 你对一个商人 商人对做商业的 你是个鄙视的观点 对他我坚决不同意 尽管我做很长时间 我之前还说 我是一个文人 但是我觉得我们全社会 中国社会 应该感谢商人 我们对于做 所有做商业的 无论说你贵为 十一万富翁 还是像我们的小小的 开一个小餐馆 只要 中章纳税 养活的人 养活的员工 对社会有贡献 所有人都应该宗正 商人有什么丢人的 商人不丢人 中国人传统的说 文人不经商 那观念该改了 所以你的观念 我不信任 谢谢 谢谢老师 我最后说一句话吧 是因为我为什么 想问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现在 面临的转行 所以我现在也想 再朝商界发展 所以我才会有 这样的一个疑问 我本身也是学商业的 所以我不会抱有 那样对商人的 一些误解或者什么 我只是觉得 他们可能之间 存在的一个价值观的冲突 好的 这就好了 田维希 理事长你好 小萨你好 我是北京大学的 一名学生 然后我也非常的 向往旅行 那么我这边 手上呢 有几本书 这本名字叫做 趁活着去旅行 这本呢 是我们再不远行 就老了 还有呢 这本是辞职去旅行 我想说明的是 现在市面上 有特别特别多 这种书 在倡导这个辞职旅行日 我就特别想不明白了 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 就说走就走 放下一切就走了呢 就好像不去一趟西藏 就没法去净化心灵 不去周游几个国家 就感觉人生特别的不完整 所以我觉得 放下一切去旅行 这样的做法 您认为是合适的吗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不好意思 我打断一下这位青年代表 然后我叫刘晓顺 然后我正好写了一本书 就叫放下一切去旅行 这书是您写的 对 你刚才说的书里 有他这本吗 没有 我手上没有他这本 但是他也在我的扑极之力 同类 但是你这本书 是因为你自己 真的放下一切去旅行了 之后写的 还是你好好地干着自己的事 然后劝别人 放下一切去旅行 不是 我在2011年初的时候 就辞职了 而且小萨 我们之前是同行 我也是做电视的 也做电视的 你们都别坐下 你说你的观点 你为什么抨击 像他这种辞了 说走就走去旅行的人 因为我觉得 这样的名字 特别的矫情 而且特别的这种 蜕惑大众 因为这些名字 都是包含了青春 梦想 就特别的勇敢 特别的梦幻 热血沸腾 特不得马上就 撂挑子就跑 然后导致很多人 不安心的学习 不安心的工作 师父应该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 因为我儿子 已经也到这年龄了 他最近也刚说 跟我坚持闹腾了 一两个月 他坚持要辞掉工作 他也要搞一场 这样的行动 所以你看 反映到这个问题 如果从一个 父亲角度来讲 我希望他能 刚毕业一年 都很好的工作 也在晋升 也在 我希望他能稳定 但是 从我走过的路来讲 我说 你既然跟我能折腾两个多月时间 要坚持你这个事情 一定是你想好了 什么叫想好了 准备好了 再出发 他准备好了 因此呢 从我来讲 我说作为一个 对于一个整个青年群体来讲 我想有梦 早日踏上你的梦想之路 正确 年轻人你没有尝试 你怎么知道坚持 对 谢谢李社长 所以我现在的桌面壁 只就有一句话 就是如果你想要达到 别人没有达到的高度 就要做到别人 从未做过的事情 所以谢谢您 我很受启发 谢谢 我建议 您回去看一看 您儿子最近在读什么书 搞不好就有他 这两个字 我很想说一下 其实我走上这条路 都是被李老师毒害的 因为刚才那个大屏幕上面 有出现过一本书 中国最美的地方拍摄吧 对 我就是看那本书 开始迷上旅行的 原来您是被李老师 蛊惑了以后 对 回来后发现 我不能自己一个人受害 我得再蛊惑更多的人 于是又写了一本书 但我特别想问的是 经过这样一个三年 说走就走的旅行 你觉得对自己生活有变化吗 你后悔那次辞职 走出去的行动吗 一点都不后悔 我觉得特别好 然后我在我的书上 封面上面有写一句话 就是你是要在年轻的时候 背起行囊 穷游走天下 还是要等老了以后 在七星酒店刷假牙 你有什么想问李社长的 对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 然后这也是我的一个困惑 我身边有很多小伙伴 他们会有旅行后遗症 就是我旅行回来之后 很难融入到现实的世界 这是有这样的 对 我也有过 我记得我有一次 从南基回来 时间买长的 至少有三个月的时间 我都不想见人 我看见人 尤其我以前老朋友来了 我就恨不得不想躲在哪 我一听到家里电话铃响 我就不想接这段话 无论谁打电话 因为我好像我觉得 我跟他没有共同语言 还是老话 也许你会觉得 我们这话不够过瘾 准备好的在出发 准备好的包括 钻进去出不来怎么办 您觉得这是病吗 需要治吗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病 因为我觉得这是你自己 总是时间能改变一切的 我给你六个字 不要放弃治疗 谢谢小伙子 谢谢李老师 下一位 师长好 我是中文国家地理杂志的 一名忠实读者 谢谢 看了多少年 应该是从高中开始 应该有十一年的时间 感谢 数十分之 高中时候就开始看 那时候 我们因为是在小县城 根本就没有卖的 只能是从老师那里借 然后借来之后 全班同学就轮流翻 然后到最后也是翻的 就不成样子了 到了大学之后 因为比较容易买到 于是我每一期我都会买 然后我就数了一下 从您担任社长 就98年1月改版到现在 总共是发行了176本正刊 9本复刊 400正刊 外加39份地图 谢谢 如果把这些书全部弱起来 已经马上就要超过我的身高了 我相信再过一年 马上就要超过萨老师了 李社长一定期待的是 哪一天能超过李社长的高度 因为我是觉得 这份杂志确实含有分量的 不只是它的厚度 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 最经典的莫过于 就是05年的一本 让很多读者都 真的是好几年都忘不掉 我就想问 您当时说 办这本杂志的初衷 是为了更好的传播和普及地理知识 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 并热爱自己的祖国 做到现在 您当时的初衷还在吗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你是因为什么感觉到初衷的 我是觉得 因为现在很多人开始吐槽这本杂志 你别说别人 你读了11年 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会有 但是我不会表达出来 所以他说 有人在吐槽 我从来不吐槽 我在网络上或者是其他地方 从来不吐槽 你听到的周围人的意见 比如会集中在哪些方面 他们觉得哪不够精彩 哪不如以前 首先就是一个广告太多的问题 就是最新的一本杂志 有人数过 总共是25个广告 这就有点超过了人们的预期 比如说你正在看一本书 看了内容最精彩 然后夸一页广告 就感觉像看电视剧的时候 正在高草来 然后一下 这咱们的共庆 其实呢 在你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欢迎进入由凉茶领导者 加德宝独家冠名播出的 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 开讲了 开讲了 由纽崔来独家特别呈现 纽崔来80周年品质承诺 我们呢 对于广告的数量 也有严格的控制 你看每一期经常会加厚 是因为这期广告多了 那实际上读者不能吃亏 但是你至于说读到 这个问题的确是个矛盾 你说怎么办 那我只能说 我自己有所得也有所失 那对于读者来讲 我们永远要保证的读者的利益 因为杂志的上帝就是读者 你的东西我会考虑 希望你所代表的穷顶能认可 李老师您好 我是北京大学山盈社的现任社长 那其实我最先想问的就是说 就是您早期从事的这种 去南街也好 去北街也好 然后这种户外的运动 都是由于您科学的一个背景 那么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 很多的大学生 也是渴望去做这种探险的户外运动 比如去登山 我们北大登山队 每年在面试新队员的时候 都会向新队员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为何去攀登 所以这个问题 我想在这儿问一下您 就是脱离了这种科学的 这种追求的意义之后 那您为什么去攀登呢 我觉得每一次登山 那个过程中 我好像都发现了我自己 都看见我自己的背影 因为我在想说 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隐藏着自己的某一些软弱的一面 但是呢 只有当爬山的时候 我通过其他我身后的人员 看到了我自己的背影 这个背影也许很恐惧 第二个每一次 也许无论是多高多低 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这个道理太大 但是呢 我今天还是你梦在这儿了 我还是想说一说 大家别觉得他浪漫的虚伪 但是这是很真实的 我们有几个人能想到 我们无论说 从政的 从商的 从学的 越辉煌 进入平淡的时候 越困难 所以我只有登山的人 才能慢慢养成一个团队的 那种习惯 就是呵护 路上素不相识的 每一个人 那个看起来跟你素不相识的 漠不相该的人 也许当时最困难 就是你唯一的救命的稻草 我是特别的 觉得这两个吧 也可能词太大了 但是真的是每一次都有这种 很强烈的感受 我相信您的这个答案 给我们很多同学 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您 谢谢 你怎么把地质男人的话筒打开 小大老师 地质男人又有问题了 我想 我想问一下 吴湛 你说最好的是05年 你知道05年 封就是 斐叶上写了一句话 你知道是什么吗 你这个要问刘小顺 他是因为那一期 而辞职走掉的 小顺哥 你知道吗 不记得了 好 我告诉大家 那句话是这样的 是推开自然之门 昭示人文精华 我想呢 这是地理的本质 所以刚才小大哥老说我 说我这个中科院来的 老在这开玩笑 其实我今天特别想说 就是 李老师是作为一个 学者型商人 他其实是在传播地理美学 他把地理知识改组成 中国国家地理 我认为是从知识 向审美的一个转变 所以我想引用庄子的一句话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似时有明法而不易 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我想天地之美 似时明法和万物成理 这正是李川哥老师 现在做中国国家地理所传播的 也正是 众位的地理学家 所正在研究的东西 谢谢大家 谢谢 女生碰到 必须还得嫁 有魅力 请坐 所以你看 今天我实际上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 许许多多的故事 汇集而成的一个 让我们心潮澎湃的 这么一次开讲 这当中你听到的 仅仅是历险吗 你听到的仅仅是命悬一线的 那些 精彩的那些 刹那吗 不是 你听到的是 人对自然的敬畏 是人对自己生命的追问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面对自己的人生 包括刚才我们问到的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到底用什么样的态度 来对待它 我觉得作为今天的年轻人来讲 我特别期待的是 我们的生命 能够像刚才吴振 说到的那本当年在你和你的小伙伴手里流传的杂志 如果我们足够精彩 周围阅读我们的人 会舍不得把它扔开 如果我们足够的精彩 我们的生命会在别人的手里 最后变成一本 卷得像麻花一样的杂志 但是对于这本杂志来讲 它多么幸福 所以让自己的生命变得丰富 变得精彩 变得适合 值得去阅读 让我们从现在开始 注意我们脚下的路 走好它 走好每一天 感谢李双科社长 给我们带来的青海开奖 谢谢 今天我说了那么多故事 其实在我们中国 有一个比我更适合的 那就是我以示意有的 陈南河院士 他曾经横川南极 他曾经踏遍了许许多多人际海质的地方 如果说他能在这儿做演讲 一定会爆棚的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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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